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依法半导体物量网技术创新中心的Alex Lee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SD-Evo Proteus Demo SD-Evo Proteus是一款用于温度和震动监测的评估工具 它是基于2.4G多协议无线SoC 用于解决工业应用中的机器和设备状态监测的问题 这是工业4.0领域中非常典型的一个应用场景 这个demo中间的黄色盒子就是我们核心的SD-Evo Proteus套件 它是由我们SRE团队开发 它集成了STM32-WB55无线SoC 可以同时支持BLE5.2,ZGB3.0等多种无线协议 与此同时该套件还集成了ST的高精度的温度传感器 加速度传感器,陀螺仪,还有惯性模块等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demo的演示 那首先呢我们打开ST-BLE-SenseApp 通过这个App呢 我们将这个Protuse和这个我们的手机App 进行一个BLE-E的蓝牙连接 大家可以看到通过这个BLE-E的连接 我们几乎是可以实时的看到这些深色的原始数据 这里显示的是温度 这是我们陀螺仪的一个数据 这是我们加速度计的一个数据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来通过调这个电机的速度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些深色的数据 几乎是实时的跟着我们这个电机的 震动的数据在变化 此外呢 AtEvoProtuse还集成了一个中间键 可以支持这个频域和这个时域的信号分析处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通过这个中间键 那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来 它电机在什么时间产生了一个震动 以及它在某一个频段震动的一个震幅等等 同时呢AtEvoProtuse呢 还支持NanoEdge AI 那我们可以生成这种 通过NanoEdge AI很轻松的生成 机器的一个预测性维护的一个 这个固件 来把它烧录到我们ProtuseKit之中 来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Protuse预测性维护的一个显示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预测性维护的固件呢 它现在是支持三个状态 一个是RMS Speed Status 还有一个Acceleration Peak Status 那还有一个是 我们一个频域分析的数据 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通过这个电机上面这个磁铁 来调整那个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异常的数据 异常的数据和状态 就会在我们那个手机APP中 来展示 最后呢 该套件已经完全集成到了 Macsoft的Azure语言生态系统中 我们这个demo呢 通过这个SDBL1Sense App 充当一个网关 它接入了这个 微软的Azure Cloud之中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Code Dashboard 实时的来看到我们这个Sensor的原始数据 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 Alarm Warning 我们Service Status的一个状态 那大家可以从这个屏幕上看到 那这个是我们原始的这个 温度的这一个曲线 那这个是我们加速数据的 数据的一个曲线 下面呢 下面它是我们预测性维护的 大家刚才看到 从手机上看到一个预测性维护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Speaker Status 还有Acceleration PeakStatus 还有我们这个评语分析的 这些重要信息 我们都可以通过云端的 Code面板来实现一个 远程的一个查看和监控 以上呢 就是我们SD Evo Proteus的 一个简要介绍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订阅